來,各位我們繼續上課 好,再下來我們這個chapter 我們進入的是LinkerList 這個也是我們兩個禮拜做考試的範圍 LinkerList 根據我的經驗 你們的學長在考試的時候 LinkerList覺得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禮拜的LinkerList要好聽 我覺得是最困難的 但是考試的部分,室溫最多的地方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個LinkerList的概念 這個LinkerList 我們現在當然最主要是放在我們的記體裡面 那可是呢,我們也可以用利用耳類 來進行模擬LinkerList 還有同學趴在桌上啊 來,同學,舉一下右手 每個都舉起來 然後再把手手舉起來 伸個懶腰吧 伸個懶腰吧 好,那現在呢 我們在上面這邊 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LinkerList 那我們怎麼看這個東西 這個假設是我們的記體的位置 或者你把它想到是Array的位置都可以 那我先從0到8 裡面放完一些資料 那每一個LinkerList 每一個Node 這個就是一個Node 這樣就是一個Node 或者我們看上面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Node 那每一個Node呢 它有兩個部分 有一個部分呢 是放Data的部分 有一個部分是放Link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部分是放Data 有一個部分是放Link的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我們可以看 那這邊的話應該有一個起頭 所以這個起頭是First等於2 從D2點開始 那這個2呢 也是我們所謂的Cader 也是我們所謂的Eternal Point Eternal就是外部的 外部的指標 它是一個開口 也是一個外部的指標 它是2 那所以我們怎麼看呢 這個2在這裡 這是2 它的資料 這個Data就是A 它的資料 它的Link呢 Link代表什麼 下一個位置 Link就是指標 也就是Address 就是 我這個資料 下一個位置在什麼地方 所以這個Link代表什麼 Nest 這個Link 各位要注意一下 它就是一個Nest 就是我的下一個位置在哪裡 我這個點的下一個資料在什麼地方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齁 我們如果把這個下面這些資料把它填滿 那這個就是裡面的資料 我們上面是我們那種表達形式 下面是另外的表達形式 內容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它的內容是A 它的下一個放在第五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到第五個位置去找 第五位置的內容是B 它的下一個是6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把它填進去 就是B跟6 再來C跟E 最後是這個D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把它填進去 好 那所以呢 我們B下一個是6 6的內容是C 它的下一個是E 下一個是E 那E的內容是B D的下一個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沒有的話其實就等於是弄我 好 那在記憶體裡面 我們的資料是 零散分散在這個記憶體的這個範圍裡面 但是 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在畫這個linked list的時候 我們是畫下面這個 我們這個方法把它畫出來 就把它串起來 把它串成一串 就是A的下一個是B B的下一個是C C的下一個是E B的後面沒有了 我們一定要這個方法把它串起來 那你如果一定要追究說 這個A放在哪裡 A放在第二個位置 如果你要一定要追究這個B放哪裡 B放在第五個位置 那所以呢 這個A的後面的這個5 link的這個5在我們B的 代表它下一個在哪裡 它的下一個在第五個位置 那這個呢 B的下一個是在第六個位置 那所謂下一個我們就用一個指標 把它指向它的下一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Point 指標指向它的下一個 那這個指標 它事實上就是Odress 就是位置 指標就是位置 那我們用這個什麼 路由來代表後面沒有東西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linked list的一個概念 那再下來 我們在linked list裡面 最常見的操作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呢 是在我們的linked list最前面 再加一個資料 好 譬如說原來是AEC 像這樣的東西 那我現在再加一個資料在這裡 還有一個呢 是原來是AEC 我把第一個拿掉 像這個把第一個拿掉 好 那我們現在看 現在看前面這個 我們怎麼把東西把它放進去 那下面這個 是我們的sudo call 這個不是C元 但是跟C元非常類似的 這是我們的女士sudo call 那我們看看我們怎麼把它加進去 首先 我們要產生一個新的點 這個F所在的地方是一個新的 我們要產生一個新的點 那我們這邊 這個產生新的點的方式 我們用這個genor的概念 取得一個新的點的位置 取得一個新的點的位置 所以pA等於是一個新的點的位置 那我們這邊也許可以 假想一下 我們給它一個位置 我們看一下像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地方都是空的 那我們假想一下 我們給它第三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所以這個新的點就在第三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所以這個p的值就等於3 這個p的值就等於3 這個p的值就等於3 是它的這個在我們這個家講裡面 p的值就等於3 然後這個p的gata的部分 p的gata的部分是放這個f 就是它內容 然後linkp等於什麼 就是這個地方我們要填什麼 這個地方我們是準備把它串接到a 那當時的這個a 我們看一下這個a 是在第二個位置 這個a是在第二個位置的 那a在第二個位置的意思就是 這個first等於2 first就是指標 也就是address 那first等於2 也就是a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等於2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f這邊叫k2 k2的意思是 我把它指向a的位置 所以呢 linkp這邊就等於2 這個就是2 這個就是2 就是我們的first 那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相當於 當我們做這個事情 linkp等於first 當我們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相當於是 在這個地方等一個2 記憶體操作中 變成一個2 我們的識別上的效果 就是我們把這個位置的指標 指向這個點 這個點是2 這個點是2 也就是說first的2 所以我們就把它指向它 再下來 那現在新的first呢 新的first當然不是這個 是現在這個3 新的first是3 所以first等於p p就是3 p就是3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first指向 新的p就是3 當我們寫first等於p 意思就是我們指向它 跟這個情況 跟上面的情況一樣 當我這邊寫linkp等於2 就代表我指向你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位置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first等於p 那在我們這個翻譯裡面 這個first等於p就是3 就是3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就變成3了 這樣就把它算起來 再下來 再下來 下一個範例 我們要把第一個node拿掉 那第一個node拿掉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喔 那你這個第一個node拿掉 非常明顯的 這個first呢 要指向a的下一個 好 第一個拿掉了 所以first就變成指向b了 那v所在的位置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前面的範例 v所在的位置 v所在的位置 我們前面的範例 v所在位置 是在第五個位置 就是5 所以v在第五個位置 所以v在第五個位置 那這個v類是在第五個位置 那這個v類是在第五個位置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program 我們要討論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program 就是你的 新的first 要指向a的下一個b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p等於first first應該是2 所以這個時候呢 p的指就等於2 這個其實就等於2 這個其實就等於2 然後再下來下一行 first等於link of p link of p就是2 就是2的link 這個2的link就是5 link of p 再來我們看一下a的這個部分 a的這個部分 它的link就是5 所以這個first的o 這個first等於link of p 其實就等於5 等於5就相當於這個動作啦 把first 把它指向第五個位置 好 first的內容它就等於5 所以 所以 這個動作做完的時候 你的first 這個已經變成5了 那變成5就是5 因子向b的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剛剛拿出來這個a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要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這邊的進一步處理 就是你可能取出來這個a 要做一些印算啊 做一些查詢等等 那我們就做進一步處理 所以下一步呢 這個data of p data of p就是 就是 就是 剛剛那個p是2 b有一點 把這個a的資料把它拿出來 data of p就是a 把這個資料拿出來 把它放到x裡面去 那這個動作呢 就代表我們做這個 對這個資料做處理 那就看我們的運用 看要做進行怎麼樣處理 那我們現在只是把它暫時 就是把它放到x裡面去 再下來 那你這個a這個點 a這個點已經不用了 我們已經處理完畢的a這個點 刪掉了 所以最後把它提供掉 那我們就用free node的這個 這個 稱呼 來代表把p這個點 也就是a這個點 把它飛掉 把它釋放掉 那就繼續得動了p 好 所以在這裡就是 我們的link list 最常需要用到的 就是在前面加入一個新的點 或者是 把第一個點把它刪掉 就是我們最常用的兩個operation 那我們這個 在這邊提供這兩個範例 那未來 接下來啊 我們就 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 不再講這個裡面的 實質的 這個 真正的質是多少 我們這邊只是給範例 未來 就直接 看這個頭部 這些範例 這裡面的這個質 我們不會再給 好 那這個圖呢 這個 彩色更漂亮 那其實意思一樣 就是 你想像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的 記憶體的這個orway 那 這個 記憶體的orway 它就是這個a 它會link 這個另外一個指標的位置 專門來說它這個指標的 它連到這個b 然後b會連到c c連到b 然後連到b 那 可是上 看上面這個複文的話 看起來非常亂 因為它實際在 在記憶體的位置的話 是亂的 可是呢 我們 對我們的orway思考來講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 像下面這一串的東西 就是 a的下一個是b b的下一個是c 那自己這個abc 放在記憶體的什麼地方 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所以這個指標的指啊 都不是我們關心的 我們關心的是這個 node裡面的name 所以呢 就是a連到b連到c 那它再放在哪裡 重要 那基本上我們的 整個link list 一定要有一個開口 那剛剛說過啊 這個就是一個header 那在我們這裡 就用first的這個名稱來表示它 然後最後一定會結束 那結束就是用muma來表示它 好 所以 在這裡就是 我們這裡有一個示意圖啊 就是 這個node的上半部 這個 就是一個link 那link的話 它就是 一個指標 指到它的下運點 那下半部這邊是一個data field 它是資料欄位 基本上大概是這個情況 那當然你的資料欄位 內容比較單純的 像那個abc英文字母 非常單純 你這個資料欄位可能是 一個很大的一個class 也不一定 這個是不一定的 這個你的資料欄位可能很大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singlet link list singlet link list singlet就是單一 單一 那這個單一的意思就是 我的見口支援一個 我的指標支援一個 這個叫單一 將來我們會看有雙項 那這個是單項 singlet link list 單一 單一 代表它的指標只有一個 連到別處就是像這個 我們就指到這個一個 那這種指標一個 它是串成一串 所以這個singlet link list 這個東西 我們也可以點通它叫chain chain就是鏈條 我們其他這裡有鏈條 這個叫chain 什麼食物鏈的啊 什麼供應鏈的啊 什麼供應鏈的啊 那個供應鏈的鏈就是這個 chain cfkia 好 那這個chain呢就是 其實就是 一個單一的link list 那我們的每一個裡面的 這個就是一個norm 好 再下來就是 最後那個點 最後它會連到一個地方 最後連到一個地方 那連到這個地方的話 就連到一個norm文 那如果你是我們真正的 在我們c++裡面寫PO文的時候呢 那個norm文的指是等於0 所以未來我們看到0 你要知道那個0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後面沒東西啦 這個你要注意一下喔 在c++ 我們在c裡面 那個指標指向0的地方 就是代表方式 最後了 沒有了 所以這個0 就是沒有啦 你寫入耳 其實它就是 真正的內容是屬於0 就是沒有東西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那我們開始怎麼寫文文 這個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link 就是有一個點 裡面有geta 也有link 然後這個link的內容 這個內容 它會指向下一個node 就是我們的適應 那我們先來看一看 右邊這個c 左邊的c 再加右邊的c 那我們怎麼表達這個東西 我們在c裡面 是用structure 用structure 那這個structure 假設我們這個叫trainnode 這個整個 這個合格也就是叫trainnode 那它裡面有兩個難位 一個是data 這是data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point 還有一個指標 這個信號代表它是一個指標 它是一個什麼指標 它是一個trainnode的指標 好 這個我們在 學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可能有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就是指標 指標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現在怎麼 怎麼看待 這一句話怎麼看待 其實你可以這樣嘗試的把它刮好起來 各位曹司法這樣把它刮好起來 你就看得更清楚 這個變數名稱叫link 變數名稱不叫startlink 變數名稱叫link 但是這種變數名稱是link 是這樣的一個資料形態 包含信號 包含信號 是這樣的資料形態 這樣的資料形態就是link 它是一種指標 指標 剛剛說過了 指標就是address 指標就是address 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是一個address address address是存以給我們 記憶體的address 那它存的 記憶體的address 其實我們很難去 讀懂它的內容 跟我們平常存的什麼 整數啊 一二三四啊 不太一樣 那我們還難讀懂它的內容 當然它還是存放一個資料 好 所以呢 這裡就存放了 我們的記憶體的位置 那當然記憶體的位置 就不會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一二三四這麼單純啊 可能 你看我們的記憶體現在就是 一區一兩區三區 對不對 那個記憶體的這個量是很大的 它的address的這個dama 就很多byte 放在這裡 好 那這個 你這個存放的這個address 我們再來解釋 這個 信號代表我們的address 代表指標 那這個channel的這個字代表什麼意思呢 channel大概跟structure這個字合在一起看 那structure channel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這種指標齁 所指到的地方 就是這種形態 所以你這裡齁 你這裡齁 你這裡 表示你這裡的內容齁 假設你這裡的內容是100 好了 然後呢 你就會指向一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指標齁 這個100這個指標齁 它就是有一定要跟100 那我們要說的 那100的這個地方 它是什麼特性 100的這個特性 是這種特性 所以你是一個指標 也不能隨便亂指哈 你要跟我講你指向的地方 那是長相怎麼樣子 它的長相是這個東西 這是它的長相 這個長相名稱跟這個一樣 齁 這個長相名稱 內容不一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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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長相格式一樣 所以我這邊所指去的地方齁 這裡所指去的地方齁 這裡所指去的地方 就是這個長相 那這個長相跟這個一樣 不懂 現在在描述的這個本身 這個人長相一樣 齁 所以我指去的地方 也是一個mode 它的長相裡面也有data 也有0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看齁 這個感覺好像是跟旅客型定義齁 我指去的地方 它也還是一個點 這個點齁 跟著我長的一樣齁 內容不一樣 但是長相一樣 好 這個是C的部分 C++ 其實換一下名稱而已 結法是不一樣 我們原來這個叫such 在C++裡面我們叫class 叫做類別 那這個class裡面呢 當然就包含了 除了這個資料之外齁 除了這個資料之外 它也包含方學 我們的函數 還有函數 那我們看 這個一樣齁 你是說這個 character data 一樣的 然後呢 這個是class名稱 class名稱 我們在寫的時候 這邊就不用寫class齁 就直接寫trannode 所以它也寫個指標 指向這種類別一樣的 跟剛剛的講法一樣 你還是讓它一樣感 它是一個指標 指向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 就是這種類別 我這一個 我指向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一樣各種同樣的類別 那這個是一個物件 類別所宣告的變數 一個東西叫做物件 我這邊一個物件 指銷另外一個物件 我們的類別一樣 那物件當然 你有你的物件 我有我的物件 這個內容不一樣 物件內容不一樣 但是都是同種類別 好 那未來我們當然只有講這個 六倍內容就不講了 我們只會講五倍內容 我們只會講五倍內容 好 那這一步來 我們就進一步來看 這個channel的 我們把剛剛的channel的 再把它擴充 內容再擴充更多 剛剛的這個 這個 宣告資料的地方 就是EA 剛剛前面是CHAR 現在我們換了IND 這就要看你所需要的定 就是這個地方 剛剛這個是 CHAR K的跟IND 這個物件 好 然後這過來 它有它的什麼 link 這個就是剛剛的東西 我們現在繼續擴充 擴充這一個 channel的 它的contract 就是我要建造一個 我要建造一個channel 我要建造一個點的時候 我建造 就是要設定褲子嘛 好 那我們看一看 我怎麼建造 它就是 data element link element 就這樣完了 就非常簡單 那所以 我現在channel 我建造一個 我就去建造一個channel 它這個channel裡面 這個data 這個data的部分 然後這是link的部分 然後就是看你呢 在建造的時候 給我的圖子是什麼東西 那我就把 這個 我點進來的這個 element 把它設定進來 這個 next 也把它設定進來 假設你都沒有點 這邊寫的 假設你在 這個 設定出值的 在create了一個 新的channel 的時候 你沒有點出值的話 那這兩個就是沒有出值 我記得啊 就是我們在contract 是在呼叫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兩個參數 一個 兩個參數 如果你沒有給參數進來 那我就是利用這個 d4的 內定的值 d4就是內定的值 內定的值 作為我的出值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有些有給出值 有些沒有給出值 沒有給出值 沒有給出值的就用這個 有給出值 就是他所給的出值 那如果給這個的話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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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data設為0 我的link也設為0 link設為0的意思就是 它是最後一個 就是 這個link list 後邊沒東西 link是 0代表 指向沒有指向東西 它是最後一個 好 然後再下來 我們剛才口試的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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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這個class裡面 才可以被使用的 所以叫private private private 全部的都可以用的 這叫private 然後他的朋友呢 是friends 這個chdain chance 是這個channel的朋友 那這個channel的朋友就是 你就可以用它裡面的東西 朋友就可以用 朋友就可以用 好 再下來 我們這裡就有一個叫 criate to criate to 這個to是兩個點的意思 criate 兩個點 criate 兩個點 所以我們這裡 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長這樣 我們現在create 兩個點 兩個點的link list 這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create 兩個點的link list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長相 這是一個點 這是第二個點 然後同時呢 有一個first指向它的第一個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 我們是怎麼做的 首先我們這個方形裡面做的 其實它就做了兩個事情而已 就是產生第一個點 再產生第二個點 先產生第二個點 再產生第一個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怎麼做 先產生第一個點 second 第二個點 這個是一個指標 一樣 這個是一個指標 所以你在看 你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應該要這樣看 這個是後面是給它設定出紙 本來連續到這裡為止 這個就是什麼 剛剛說過了 這個就是channel的指標 channel的指標 所以這個second 這個second 基本上它會指標 基本上它會指向一個點 指向一個點 指向一個點的形式 就是channel 好 然後呢 現在我們這個channel 現在就把它 就把它nip nip一個channel 然後 所以我現在就 這個second 本來它是一個指標 如果你還在等號的時候 它只能當成一個指標 指向指標 指向指標不知道 好 它就是一個指標 記得指標是一個 指標的 中文本來存放火炊石的地方 它是一個指標 存放火炊石而已 但是 不曉得指在什麼地方 現在我們點到nip 這個等號給它的 就表示我現在要新產生 這一個點 這個點的內容 channel 20.05 那我們就回去看 nip是怎麼做呢 nip是channel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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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channel channel channel的這個 control的這個function 它做的事 也就是 把你點進來的 這個element 給它放到data裡面 給進來的這個 這個指標的值 也把它放到dip 裡面 那如果你有給值 我們就不會用這個dboard 如果你沒有給值 我們就用dboard 好 所以呢 現在點進來的 是一個20 一個0 20是放在data的地方 0是我們指標 所以它給進來 這個是20 這個是0 然後這個 等於nip 等於nip 這個按照我們的概念 這個等於nip 這個second 就是channel channel channel 就指向他 這按照我們的概念 是這樣子 好 或者你這樣 你這樣想 我們second 就是一個指標 是一個address 它是拿來放我們的address 所以呢 假設這個位置 是在100的地方 這個在100的地方 那這時候的second就是100 那從我們的link list的角度來講 那它就是指向100的地方 好 好 那這個做完了 接下來下一個 下一個 trust 我們要再建立一個新的 那這個 我們在建立這個新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nip 這個nip 這個nip 那這個nip 這個nip channel的 10 second 所以這個時候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展開一個 剛剛那圈套了 這個10代表它的資料 所以我們把這個 10把它填進去 然後接下來呢 把second的值把它填進去 填在這裡啊 把second的值把它填在這裡 就是把這個值 剛剛是100 100就把它填進去 100 對我們的講法 只要是有最神的話 它就是指標 所以當你把它填進去的意思呢 就像那一隻說 這個值講法 我們把它填進去 100給它這邊 就代表我們指向這個新的 這個100這個點 所以 這一個 這個second 就是這個manage 然後再下來 first 等於這個new這個東西 那就是first的指向基 那你可以不要想 假設我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 204好了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我們這個first 這個first 現在指向它 其實它的內容就是204 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 我們就create了一個 兩個點的link list 再下來 再下來啊 我們這個是要 印射的一個點 這個效應一個示意圖 印射了一個點 在這個x之後 印射了一個點 內容是50啊 就這個 印射了50 它的內容是50 我要印射地面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就是我們勾會 我們怎麼做 第一個if first 這邊沒有寫熱的東西 就是看 或者指 到底是0 還是不等於0 就這麼簡單 如果等於0 它就變成force 如果不等於0 它就觸 不等於在同一個 不等於0 代表這個link list 存在 如果first等於0呢 等於就是 那個link list不存在 一開始就通通沒有 所以 這個first if 如果成立的話 就表示它是存在的 else 這邊寫 else else就是你的link list 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是什麼 你是空的list 空等 first等於0 這邊是first等於0 等於就是空等 好 那我們先來解決這個等於0的問題 這個比較容易 解決等於0的問題 我們就是要產生一個新的點 那就非常簡單 first等於0 一個新的點 這是空的 那所以這裡面 就是 產生一個新的點 channel的 剛剛說過了 它會幫我們把那個點照出來 其中它的值得等於50 所以這裡面就給50 它只有一個參數 它只有一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 它是怎麼設 是 哪個同學 看第2個參數 什麼事 江澤卡 第2個參數 什麼事 什麼 dolor 什麼 沒有 有 那 也 什麼 對 大聲一點 講地底 他們投影片 地底喊 這講得非常明確 我們寫頭尾啦 非常明確 好 這個50 然後這個 豆點後面那個餐廳要怎麼射 是0 0 為什麼 沒有寫都是等於0嗎 答案是0的 為什麼 這樣子怎麼別你一股酸 不及了 摩崑犬 這個第二個攀說要怎麼射 015 為什麼 現在是List 是空的 現在List 是空的 那你怎麼知道我們的Proper會射為0 是應該射為0沒有錯 那你怎麼知道 這行執行完畢 它會射為0 林玉婷 林玉婷 沒有跟他講不對 他就射了 蛤 因為沒寫 所以他直接射 這當然有巧 他這有巧 前面的Puffet 哪一頁 哪一行 四字旗的 好 各位看到 好 各位看到 train node 我們是呼叫這個 contractor 這個建立一個新的node 我們呼叫這個contractor 再說一遍 這個contractor它有兩個參數 當你有data入進來的時候 你的element給進來的 我就給你射到data 你的next給進來的 我也給你射到leak 如果沒有給呢 這個0就代表你沒有給的時候 我給的值 這個default 你沒有給值進來 我就會射default的個0 你這個0 所以剛剛同學有說 那這個就是node 就是空的 所以我們應該射為0 是應該要射為0 但是你的Puffer怎麼會把它射為0 是因為你這邊寫0 是你這邊寫0 是你這邊寫0 好 所以我們這個channel 這裡50 第二個參數沒有給 第二個參數沒有給 其實後面 我們就要射到這個channel 第二個參數沒有給 第二個參數在channel的旁邊 自動射為 不是自動射為0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0 然後這個first等於這個node 這個是比較單純的 那我們再回到方圍來這邊看 一個first 這個代表剛說 代表說 這個歷史的存在 那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要在這個x 這個x的後面 像這個圖這邊畫的 這個x的後面 你再加入一個新的點 然後呢 再接著穿下去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射 這個x這個地方 你原來指向某處的 現在不行 我們現在在指向性的一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 操作一下 我們大概可以這樣看 我們可以假設一下 這個x這裡 這個本來是100 這個100的意思代表 代表他原來所指的 這個地方 他的可惜就是100 好 那現在我們之前 我們弄一些 一個new shade node 50 50 那就是這裡 這裡就設為50 然後呢 x的link x 所指的這樣的link 那這個地方 50 是100 因為這裡原來是100 所以就是把這個 50的後面這個 這個next 把它設為100 因為你這個指是100 假的這個指是100 那我們就把這個設為100 然後再下來 你這個new 那這個new呢 所產生的新的點 假的這個是在 假的這個是在 新的這個點 是在 208的地方 那這個值呢就變成208了 208這個就不見了 就變成208 好 那所以我們只有一個指令 我們只有一個指令 我們就把這個linked list 增加一個新的點 進來 所以這個值 這個值相當於是 208的一個值 那它就指向是個新的點 那這個新的點 那這個新的點 它的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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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link呢 就把原來是208的一個值 它抄過來 它抄過來的時候呢 其實意思就是 它指向這個 原來這邊 這個未來 各位在這個 寫這個圖文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link 會亂掉 那最好的方式 就像我們在 在黑板上講解的時候 稍微把這個值啊 稍微用一個模擬的值 自己想像一下 把它帶進去看一下 那看你這個 這樣操作到底對了沒有 那所以 只要說密航 就把這個分音完成 好 再下來 我們要刪除 我們要刪除 先來我們要刪除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個comment x是在y的後面 我們要把x把它刪除 所以是像這樣 我們先準備把x刪除 那x是在y的後面 第一個情況 我們要刪除的點 是不是第一個 x是不是等於first 就是first 那x如果等於first 等於first 我們要怎麼刪除 就這樣 只要把你的link 把你的link 把你的link 把它刪除到 它的下一個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這裡 在對於文字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first 原來可能就是100 你假設的 原來是100 這個地方 假設原來是208 208的意思就是 這個點是208 所以這個first 現在這個first first等於firstlink firstlink 就是把這個first 把它改成208 改成208 意思就是 他不指向這裡 他指向信任這裡 所以只有一行 你就把你的 你的指標 改到這個地方 改到這邊來 然後之後 這個列史先不要看 之後 就把它delete 把x把它delete x等於first 就把它刪掉了 這個點就被刪掉了 然後你的新的指標 first的意思都這邊來 好這個是 刪除第一個點的情況 如果你在中間 像這個情況怎麼辦 好 這個東西要怎麼辦 請各位把這 停進去 你要問各位 這個框框裡面到底是什麼 支援一行 支援一行 這個框框裡面支援一行 這個框框裡面要怎麼給 你現在要看到這個示意 就是我們的 右方便這個示意 x4代外的後面 你現在把x3用 勢來抹一動 請客 帶來 أ Apa 這張 請客 好 現在請同學來回答 這一行要怎麼給 要回答 要回答 Y的力和X的力 非常好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你的這個Y的這個 要指向這個心的這個地方 就是原來X之下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個 範例看一下 假設這個X這個link這邊是300 代表這個點就是300 所以這個X的link 就是300 現在Y的link等於X的link 所以Y的link就變成300 那既然變成300 那既然變成300 所以Y就 向新的這個點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跳掉X的 就走向新的點 之後 delete X X X又被刪掉了 好 這個後面的時鐘跟我們的 跟我的手錶 差很多耶 我的時鐘一直都不會轉 我還以為時間還太久耶 好 我們就到這邊先下個休息 謝謝